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平坦而宽阔的大道是繁荣城市之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双向各有八条车道的法国香榭丽舍大街,一直以来作为法国公认的最美丽的街道,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们的目光。 而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条7月9日大道,从设计上模仿了香榭丽舍大街的风格,但在规模上又比香榭丽舍大街更加的庞大与气派。 7月9日大道位于阿根廷的首都兼政治经济中心布宜诺斯·爱丽丝,这条大道双向各有18条并行车道,总共约148米宽,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宽阔的车道。 这里充满了欣欣向荣的繁荣气息,街边的众多古典建筑物,如唐吉科德雕塑等,以及大街中心的布宜诺斯·爱丽丝城市纪念碑,都是颇为值得一看的人文风光。 不过7月9日大道的达里却不如香榭丽舍大道那样规范,其实在建成之初,这条大道并没有现在这样宽阔,它是在交通拥堵的巨大压力之下逐渐扩展至现在的规模的。 但即便现在车道多达36条,这里的交通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,甚至还额外地增添了转向、便道和临时停车等操作的难度,加深了车流与行人之间的矛盾。 扩建公路是缓解交通问题的措施之一,但并非是唯一手段,做得过头还会适得其反。 布宜诺斯·爱丽丝在道路秩序的管理上还有待加强,在轨道交通、公共交通及人行通道等方面,还有着很大的改进空间。 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,7月90日大街不再仅仅因为它的宽阔而闻名,阿能在通达的基础上朝着美丽迈进。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,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